102特殊造型薄板 点选特征生长填料 我们选择前基准面 好,我们画一个圆 然后再画一条水平线 然后呢,我们修剪 修剪这里 这里 这里,我们先给尺寸 来这边半径是 来这边是50 好,然后这一条线到这个点的距离是 35 好 然后呢,我们再画一条线 这一条线跟这个壶做相切 好 这边已经有相缺约束了,所以就不用再做了,然后再画3点壶 1点 2点 3点,然后这个壶跟这个壶做 相切约束 好,来我们给尺寸 好 这个点到这边的 水平距离是 10 好,这个点到这个点的垂直距离高度是70 10 R是 30 好 确定之后 来 挤出是10,厚度为10 所以伸长厚度为10 反向 然后 我们要 伸长填料的方式是这个跟这个 来,确定 好 好 然后伸长填料点这个面 好,我们这边画两条线 建构线,一条是垂直 好,转成建构线要垂直 另外一条水平 好,要转成建构线 要水平 好,来 然后做3点壶来 一点 点在这个垂直建构线 第2点点在这个水平建构线下 然后 点一下 好 然后我们给尺寸来 第1个 这里到这一条线的距离为 7 所以这边是7 好,第2个呢 这个到 这个点的距离呢 是61 好 然后呢 第3个 这个点到这个点的距离是60 这里到 这边的距离是60 好,然后这个半径 半径 R呢 是70 好 确定 好,确定之后呢 我们这边做 全完全贯穿 方向这个方向没有问题 打勾 好 然后我们这边做 导圆角 圆角 来这边 圆角半径是8 好 好 这边的圆角半径是15 好 确定 好,完成之后 来 我们来看 他的Y要向下 所以我们这边建立一个坐标系统 Y轴朝下 好 很确定 好 那我们来看 第一体 Y Y轴 好来 点选 物质 性质 然后这边选择坐标系统1 Y是 10.6791 好 然后呢 面积 A面积 第二体 A面积指的是这里 来 那这边呢 测量面积 选这一个面 好,面积是6444.7058 好,来 然后第3体他要改变尺寸 好来 深藏填料 好来 我们看编辑草图 好来 第1个呢 我们来看 这边是 V2 V2是40 好 然后呢 V4 V4改成72 然后R1 R1改成52 H1 改成12 然后R3 改成25 好,确定 然后 这边 草图 我们一样编辑草图 这个地方 好 V3 V3改成55 这边55 好,这边 H2 改成60 这边 V1 改成8 这边 这边是R2 R2改成75 好,确定 好,气的不变 来 那我们来看题目 第3题 我们Y Y轴 来 Y是 9.9928 第4题 第4题 A 的外围周长 好,来 测量 好,点这个面 周长是 327.5693 第5题 好,第5题 体积 体积是 70328.0112 好,以上这边是102题 ,好,点这个面 岁 在这里 是的 感谢观看